大家好,我是Stan 3月10号,女团Mix已先去Loming Like This回归了 目前为止,因为比其他四代女团相对成绩不是非常耀眼 而且这次也是在成员吉尼退团后 首次以6人体制发表的新专辑 所以就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而这次的先去Loming Like This 是在Mix的主打歌当中 首次在发表当日登上每轮排行的前百位 登上YouTube发烧影片一位的歌曲 反应非常好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Mix的先去Loming Like This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Mix新曲公开当日 就听了这么多遍的歌也是第一次 之前的歌曲都是慢慢的才会觉得好听 但是这次感觉不一样,真的超好 CYP就是要选择这样的歌曲,真的好喜欢 不就是10年前流行的洗脑风格的歌曲 有点吐气,不是我喜欢的风格 这组合歌唱实力,舞蹈实力都很好 只要歌曲好的话,一定会红的 这次的歌曲真的不错,已经被洗脑了 没有音乐的Loming Like This大部分太长了 只是复告Loming Like This一直在反复的感觉 有点像Hiona的Nabilella 这次真的是边说着可以了可以了,边看完了 歌曲真的很好听很潮流 说实话很好玩Mix加油 Mix的长处是所有成员们的歌唱实力都是顶级 但是在这次的歌曲中,那个部分一点都不显眼 就那个样,不坏也不好 再论坛的反应是这种程度的话 算是一首不错的歌曲 这组合早该红了,现在也不晚爆红吧 所以对于Mix的兴趣Loming Like This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模仿JMS教主 而被骂的男性 韩国协星也是美妆网红的金吉斯 最近在YouTube直播中吃了炸鸡跟披萨 然后他把鸡骨头放在上唇跟嘴唇之间 突然模仿了JMS教主 JMS的台词,说到上帝 嗯,上帝就是我,我是Messiah 随后自己叫我哈哈大笑 但是这个举动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指责 为什么要偏偏模仿性犯罪者呢? 怎么能这么没大脑的行动? 是不是哪里病了?真的有点担心 一开始以为是失误,结果原本就是纳总人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邪心痴者炸鸡模仿了一下而已 这是那么做错的事情吗? 因为他之前在直播的时候 看到一位网友的账号是伊尔内 伊尔内就是他 多次试图杀害丈夫 还在丈夫的饭里投入了海豚毒 总之,金吉斯看到一位网友的账号是伊尔内后 就对网友开玩笑的说了 你为什么杀了丈夫,要去吃河豚吗? 网友们的反应就非常不好 所以对于这位学新模仿JMS教命草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创下新纪录的 旁滩三月十七号公开的 几名新专辑的收录曲 Send Me Free Part 2 在公开不到四小时四十五分 就在全世界一百个国家 拿下了iTunes Top Song排行的一位 这是历代 solo歌曲 最快在该榜拿下一位的记录 而在2023年发表的专辑中 在全世界一百个国家以上 拿下Top Song排行一位的歌曲 只有几名的新曲Send Me Free Part 2 以及太阳与几名的合作曲 排补两首歌 所以继续走花路 为了尊与几名的歌曲 为了尊与几名的歌曲 为了尊与几名的歌曲